一剑连深陷嫖娼风波 在体育界掀起轩人大波 伴随现场照片的曝光 网友震惊不已 然而 一剑连及其团队对此保持沉默 引发公众广泛猜测与负面舆论 随后 一剑连作为品牌形象大使的多个品牌 纷纷删除与其相关的宣传内容 此举无疑加剧了事件的严重性 面对舆论压力 一剑连的粉丝们积极行动 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为其偶像辟谣 有粉丝指出曝光的身份证件照为伪造 并对比现场照发现疑点 然而 也有网友发现曝光照片中的细节 与一剑连特征相符 使得成形之声显得扑朔迷离 与此同时 爆料人声称 自己收取了1500美金作为暴宠 若一剑连嫖娼行为被证实 双方都将面临法律处罚 而一次当事人京城瞧解账号被封禁 更是让事件扑朔迷离 一剑连嫖娼风波不仅关乎个人名誉 更触及法律与道德底线 无论真相如何 最后 也希望一剑连能够尽快回应吧